中心金希望在三年内可以将男生人寿的股权增加到50%以上 其实中心金在台湾来讲是取得一个很大的银行的保险平台 但是男生人寿虽然在台湾的人寿保险排第二名 但是他在银行的保险平台是比较弱的 所以如果中策可以跟中心金合作的话 应该可以发挥协同的效应 对双方也是有利的 相信这个消息应该可以次值中策的股价重返1元的水平